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天会该项教育被确认已经是没有成交的话 对整个横地的销售情况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这个影响来说在整个横地的它一年的销售还是微不足道的 那从现在的事态的发展情况来看 由于监管部门继续进行对该事件要继续进行调查 对整个横地来说还是有一个不明朗的因素 由于在这种不明朗的因素再加上投资者对新的一年 横地的整个销售的情况并不是太乐观的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下 横地在最近的估压会比较重一些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在这个价位和预测的市场吸引率 都是在市场比较平均低平均以下的一个位置 而且整个资产的责要率会比较高 暂时来说在销售位明朗前还是会处于一个 在这样一个低步进行调整的一个状态 在这种不明朗的市场比较平均以下来